今天来百元电力店买菜 超市卖的东西大多统一价100元 品种多样,真的是便宜又方便 今天买块南瓜,人民币就是6块钱 不太新鲜的蔬菜会半则出售 大家好,今天是情人节 特意去超市买了一块南瓜和菠菜 拿来给老公做好吃的 做法非常的简单 将南瓜切片,菠菜切断 南瓜放上蒸锅,将它蒸软 菠菜放到这个料理机杯里面 然后加入适量的清水 只要是你的料理机好用 你清水可以尽量少加一点 这样做出来它的颜色就会更深一点 将菠菜汁过滤到盆中 100克菠菜汁就要放入200克面粉 然后加入两克酵母 没有量杯的话 你就将它和成软硬适中的面团 然后放入半勺酵母就可以了 放入半勺糖,促进发酵 如果说你是想要吃甜的 你就可以多放白糖 小孩吃的话,再给它放一勺奶粉 锅菜面团揉好以后 先盖上保鲜膜,放到一边 接下来将蒸熟的南瓜倒锡 我这里用的南瓜是200克 倒锡以后放入半勺酵母,大概三克 放酵母的时候一定要是南瓜放凉了以后再放 不然的话它会把酵母烫死 喜欢吃甜的就给它放一点糖 我再给它放一勺奶粉 没有就算了 然后少量多次的加入面粉 我这里放了250克面粉 我感觉就差不多了 这个仅给大家做参考 因为蒸进去的,它这个水分是不一样的 只要将它揉成一个偏硬一点的面团就可以了 偏硬一点的面团做出来 它形状不容易塌 南瓜面团揉好以后 也给它盖上保鲜膜 我们不用等它发酵 直接就可以做了 我们先将这个剥创面团取出来制作 搓成长条 分成大小合适的剂子 朝中间折 将面团搓圆 简单的搓圆就可以了 然后将它擀成圆饼 切成六等份 切好以后 我们将这个往中间卷 卷到一半的地方 给它这样回掏一下 这一头用筷子给它压一下 这样它就显得比较长了 好,这边也是 向中间卷,卷到一半的地方 再这样给它卷回来 筷子给它压一下 这样往下压一下 这样往下压一下的话 显得这个叶子会比较长 然后给它用刀 压出小 小花纹 然后将这个南瓜面团也搓成圆球 南瓜面团的大小稍微小一点 比刚才那个小一半都可以 然后将它擀开 大小不需要太规则都可以 因为玫瑰花包出来是不需要太规则的 就这样 然后用叉子给它插上印子 你也可以用梳子 我觉得梳子总是感觉不舒服 然后对半切开 对半切开 再对半切开 然后将它一层一层的落到一起 小一点的放前面 大一点的放后面 然后用筷子给它压一下 现在开始从一头将它卷起来就可以了 卷起来以后 再将它的这个花瓣稍微撕开一点 然后将它放到这个中间 稍微给它撕开一点就可以 这样 蒸出来会更好看 馒头做好以后 让它二次翻 加二十分钟左右 好 开中火 水开以后蒸二十分钟 时间到关火 让它焖五分钟 我们现在看一下 现在效果怎么样 哇 蒸出这么大一个 我做的有一点大 大家如果不想吃大的 你就做小一点 有点小一点 不想吃 不到小的 有点小的 这些花 是 这些花 不能达到 我爸爸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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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这里玩骰子 现在你还吃什么 他喜欢吃面 把我的辣给我吐了 这个玫瑰做的超级的软面 好吃 里面我加了奶粉 糖没有加太多 但是加了奶粉 小孩子就喜欢吃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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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